程浩 听说你最近又聊了一美女 照片确实是个美女 本尊惨不忍动 亏我游戏里还带了她两个月 白瞎了 要不要这么夸张 你和你照片的差距乘以时 就是她和她照片的差距 你说夸不夸张 得 这学期你就别指望 我给你打小抄了 你就等着回去 被你老子收拾吧 别别别别别别 别啊 我要是拿不到毕业证 我爸非得把我腿给歇了 上学期要不是你跟我小传 我磕磕都得挂零 我们家嗓鱼最漂亮 最有女人的 偷牌是犯法的 完了完了不会坏了吧 应该是防水的 白费了 你干吗还要神出鬼没的 想吓死谁啊 明明是你作贼心虚 你来这儿干吗 吃饭 什么时候来的 在你开轮之前 我 我那是卑鄙无奈 非常实习非常对的 告诉你 下不为例 说好了 看来 你的美人女朋友 都是无缝连接 如果他们知道彼此 会不会 关你什么事 你有病吧 你该不会以为 这样就能威胁到我了 如果被学校开除 还可以再换个大学 我倒没听说 我多交几个女朋友 会被退学的 作弊呢 普通高等学校 学生管理手册规定 组织作弊 可以使用通讯设备 或其他设备作弊 一律可以给予 开除学籍处分 你和你的小青梅 各占一半 一起退学 正好有个棒 你在说什么呀 我听不懂 听不懂 这学期 你就别主要 我给你打小抄了 你就等着回去 被你老抽是吧 别别别别 别啊 我要是拿不到毕业证 我爸费得把我腿给卸了 你上学卸我这 你光是毕业 不得相当完整 光凭几句玩笑话 就能当证据 你和你的小青梅 同专业 同班 同考场 考试蓄力号也相近 意味着你们做得也很近 那就有抄袭的可能性了 只要对比一下试卷 就可以确定 你抄袭了 你说是就是 那我们赌一下 我实名举报 看看你们学院 究竟会不会开启试卷复合程序 手机给我 手机给我 让开 打人或抢劫 属法律犯手 按照高校学生规定 违反法律 学校可以提前开除学籍 所以你是打算 提前退学 你到底想怎么样 道歉 向罗欣欣当面网上都要道歉 想都别想 那我们就去等学院通知啊 我就给你一天时间 如果一天之内 你还没有任何举动 我就会把这段视频 还有实名举报 都发到你们学院领导的邮箱 考虑清楚啊 好 对 哥 谢谢你啊 不用谢我 你们打扰了我吃饭 那还是要谢谢你 你做事都是这么不知死活吗 我怎么不知死活了 那个人是个体育生 你 但事实证明 他确实不敢怎么样 你一来他就怂了 你怎么知道他们作为相恋 不知道 我炸他的 他们俩一个班 既然能作弊 说明做得不远 其他的 都是我瞎编的 网上学的 但是 程浩有他爸压着 他不敢多 还算有点人类的智商 我的智商一直在线好吗 我就是特意在图书馆守着他 知道他下午上什么课 几点下课 跟谁约会 这些都是我从手机网站上扒的 本来知道他在哪约会 是想抓他劈腿的 结果没想到 意外收获 小心 世上确实在线 就是运动细胞 确实不许常 大路若要隔半边 难道天生的平行线 终于承认你是我 心里那个人 竟然让乌云躲起 晴空时分 同那一眼 就成为永恒恋人 和大家说个事 还有一个多月 就到了咱们宣州大学的校庆了 每年都会有这个文艺会议 今年正好赶上咱们宣大 九十周年的校庆 所以学校打算隆重举办 每个系都要出一个节目 咱们系就咱们一个版 所以这个东西 自然就落在咱们头上 咱们这次的节目 不仅要经验 还要充分体现咱们雕塑系的特色 和咱们的精神风貌 我想这个 咱们能有更充足的资金 来筹备这个节目 咱们要不征收一下班费 美人五百 大家觉得怎么样 没钱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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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 那这次征收班费的事 就交给 原浅来解决吧 正好你跟陆佳宁 是一个宿舍的 我跟他还有拍节目 你们沟通起来也方便 那大家尽快 把班费交给我吧 转账 现金都可以 麻烦大家了 麻烦大家了 走走 配合 烦死一鸣了 就会给我找麻烦 别活得这么一事独立好吗 你也是班级的一份子 谢谢啊 陈昊的事怎么样了 他已经跟我道过钱了 而且已经还钱了 肯定是我山子去骂他出成效了 这种人就是不能跟他客气 嗯 浇完了吗 都浇得差不多了 就差钱伤了 你吹一下他呀 你吹一下他呀